该您关注顶银创投涉嫌七斤七千万的案件 北检发动大搜索 一定是独家拍到的主席高鼎成 那么检调发现说 这个顶银那么创投呢 宣称上手上是有瑞士公司的股票 股票挂开之后将会翻涨八到九倍 获利可齐 因此向上百名的投资者 吸金高达七千多万 就连知名歌手张玄的父亲 也被骗了上百万 靠送手铐被带进北检 敌因创投涉嫌刺激案件 专信男子是唯一一个 因为有贪在身 被检方押解出来的嫌犯 除了他西建主席高鼎成 和他的业姓妻子 都因为受犯银行法 证交法和诈欺罪 遭搜索约谈 24号晚间 检方拿法院搜索票 执行搜索 就是因为在二零一八年间 敌因对外的账目投资 跟投资人说 有一家在瑞士创设的控股公司 就将在法兰克福挂牌上市 如果投资保证获利八倍 大家都信惟真 扎先投资 偏偏最后根本没上市 不少投资人还要提告 当中包括艺人张璇的父亲 都被骗数百万元 涉嫌西京达七千多万 但是高鼎成当后否论犯罪 他便称说只是单纯投资纠纷 不过检方不采信 还得再调查 目前专系男子因为另岸还在执行 最后环崖北间 其他商人各以五万元 交保后船 记者 陈若徐若为台北报道